建议犯人是主动自首 且认罪状况两手 现判决如下 犯人言威 判处监禁十五年 你想我没有啊 今天 这么多 客户满意 给了小费 包包 小费有这么多啊 今天有人来吗 上午来了个温路的小姑娘 再就没人来了 棺材铺都没这儿冷清 没事 正好明天关门 咱们去商场买打字机 你真会做生意啊 赚了钱就花 什么时候放的花呀 不能再打个折扣了吗 抱歉小姐 现在这款我们是最低价了 洋货本来就很贵的 要不你再看看别的吧 我就想要这个 那就这个 给 好的 好贵啊 你看什么呢 没事 两位小姐 东西很重呢 要不你能把地址写一下 我们派人帮你们送过去 好 谢谢小姐 走吧 哎呀 你怎么吃鞋啊 你还生气是不是 走吧 走吧 哎呀 宝宝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哎呀 小帽子来了 给我抱吧 你帮我们拍照 好 拜拜 你看 小兔子 看 宝宝 看看 看看小兔子 小兔子 来 拍照照 大海 这东西哪儿来的 前两天 王社长拿了好多东西过来 应该是他拿的 给我本小宝宝的呀 来 拿着拍照照 你干嘛呢 干嘛呢 拍照啊 好 一 二 三 许小姐 需要送你一手吗 江探长公务繁忙 专程送我一趟真是辛苦了 不辛苦 送许小姐或许也是我的公务 和你同居的那个颜威 最近在忙什么 你问的真是毫不婉转啊 江探长 我就不明白了 颜威怎么得罪你了 她没有得罪我呀 就算是她得罪了我 我也没必要 我天天把她挂在嘴边 但她是个危险的人物 她除了常常打碎东西 我没觉得她哪里危险 许小姐别说得这么笃定 你真的了解她吗 她的本名是什么 认识什么人 有过什么经历 为什么来上海 来之前在哪里生活又以何为生 这些你都清楚吗 你在她的面前就是一张白纸 而她经历了所有你为人知 或者不为人知的生活 而你呢 有些人你看似很了解她 其实还差着人呢 小老虎把小鸭子送回了森林里 鸭妈妈特别开心 你也开心极了是不是 又在讲什么奇奇怪怪的暗黑故事 又在讲什么奇奇怪怪的暗黑故事 没有 我今天讲的故事很普通 好吧 今天工作顺利吗 我给你介绍的客人是不是很大方 他给了我小费 是吗 我看看重了多少钱 我给你介绍你 晚上你做饭吗 可以啊 怎么了 饭来了 想吃什么 我不在家吃了 有点事要出去 晚上出去 什么事啊 约了人拍照 嗯 葳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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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你看似很了解她 其实还差得远的 你已经和你的过去告别了 我也应该去和我的过去 做一下告别 你不是一直很好奇 我的身份和来历吗 等我回来 一定告诉你 犯人言威 故意杀人罪名成立 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鉴于犯人是主动自首 且认罪状况两手 先判决如下 犯人言威 判处监禁十五年 你能够留下了缝隙 就算此生 我们缠在一起 来世远是你 深恨一缕 在一起 你尽量无高所有的 我尽量无保护 使命无高 你尽量无高 我尽量无高 我尽量无高